接著我們來計算兩個平行的同向電流之間所產生的吸引力 我們計算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先想IA這個電流在IB的電流處產生一個磁場 根據右手定則在這邊的話 電流這樣流在這邊的磁場就是往下的右手定則 往下 然後呢我們在28章已經學過 ILB的公式電流跟磁場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磁力 所以I乘上L這個長度L 所以是IB乘上L再乘上B 這個B跟I的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那個Cross呢就變成sinθ是90度 所以是ILB 所以IB乘上這個長度L再乘上BA BA就這邊來的 BA就是長子導線的磁場 所以我們知道2πd分之μ0IAd是這兩個之間的距離這個d 所以最後呢我們就得到了 是這樣的結果 如果我們把L除過去的話 就是這一條線單位長度所受到的力量 就是μ0IAIB除以2πd 整個長度乘的話 就是整個電線所受到的磁力 請注意到這個力量的方向呢 電流這個方向B是朝下的 所以I cross B IL cross B I轉到B 第三個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所以是吸引力的方向 所以兩者產生了一個吸引力 這是電流 兩個同向電流之間所產生的吸引力的大小 跟它的這個發生這樣的吸引力的原因 那麼另外一個方向我們來看RAIL GUN RAIL GUN這個東西呢是這樣子做的 我們跟剛剛一樣這兩個同向電流 這個同向電流如果呢 我把它通以電流 比如從這邊通以電流 然後在這兩個金屬的導體之間呢 我們放了一個會熔點低的一個金屬 會導電 但是因為它熔點低 所以電流通過之後發熱會讓它融化 一旦融化之後它就變成氣體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電流這樣子流的時候呢 它產生了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呢讓這個GAS 當這個電流這樣流的時候 產生了一個磁力呢是往上的 所以就會把這個物體 這是一個子彈 就把它往上推了 所以就造成一個推力 這個推力呢會把這個東西射出去 所以就像是一把槍一樣啊 所以這邊呢 這個用這個GAS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讓它呢 因為它這個GAS 電流這樣流 但是因為它已經是一個 一個這個 氣體了 所以氣體它受到一個力量 這個導體的氣體啊 所以有電流這樣流 那這個氣體呢 受到磁場給它的 I跟B 產生這樣的Force 同學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電流這樣流 所以有一個磁場朝裡頭 這樣的電流也是磁場朝外頭 從這裡是朝裡頭 從這邊 倒過來流也是朝裡面 所以這兩個電流都是給一個 朝裡面的磁場 而朝裡面的磁場 跟這個I I cross B I cross B 就產生一個 向上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力量 對不對 好 因而產生一個推力 OK 那當然 它必須是這個 這個變成氣體的話 它本身這個力量才能夠產生 否則的話 如果是一個固定的東西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力量 因為這個電流呢 它本身 這個 這些東西都連在一起的話 它本身就 拖著這個東西 就沒有力量 而且是一個阻力 它變成氣體的話 這個阻力就變小了 就變成一個推力了 好 好 在這邊我們介紹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在磁學當中扮演的角色 很像是高斯定律 在電學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利用高斯定律 來求一些特別的電核源 給我們的電廠 現在呢我們用這個 安培定律呢 來計算 有特殊幾何 特性的 電流 給我們的這個 磁場 好 安培定的內容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如果 尋找一個封閉的曲線 就像高斯定律有一個封閉的曲面 這邊是線 然後沿著這個 線呢 這個曲線 來進行磁場的線積分 B.DS DS 是這個曲線 這邊的DS 不是剛剛的I 不是電流的DS 而是我們所選取的一個積分路徑 這個呢我們叫安培環 安培環 沿著安培環做一個積分 路徑積分 積分完之後 會等於呢 這個環 所包住的電流 就像這個 B.DS 做線積分 對一個封閉的環 做完積分之後 會等於μ0乘上 這個環所包住的電流的總量 I in close 這叫安培定律 OK 至於 這個電流究竟是正或負呢 由右手定則來決定 比如說 沿著這個方向 彎曲的四指 沿著 彎曲的四指 沿著這個 安培環來走的時候 拇指竖立起來的方向 就是 電流正的方向 所以 I1這個電流 是從下往上穿過這個環 所以它是正的電流 I2呢是逆向的 所以它是負的 負的電流 以此類推 把所有的電流 對這個安培環 所框住的電流 有正有負 加起來之後 我們叫I in close 就會等於b.ds 封閉的回路積分的結果 像在這邊的i3呢 因為在這個環的外頭 沒有穿過這個環 所以i3呢 對這個積分 對這b.ds的這個路徑積分 是沒有貢獻的 這條定律我們稱為安培定律 接著呢 我們來利用安培定律 來做一些應用 來看看這些磁場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Magnetic field outside a long straight wire with current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做過了 一個長子導線 會產生一個圍繞的導線的磁場 它的磁場大小呢 是μ0i除以2πr r就是這個半徑 對不對 如果在距離r的地方的這個磁場呢 就是2πr分之μ0i 所以與r的一次方成反比 這磁場越來越遠越小 一次方反比定律 那麼我們怎麼樣來 運用這個安培定律呢 非常簡單 根據這樣一條線 所以我們知道 以這個線為中心的話 任何一個環 對不對 任何一個環 它的電流 對這個環上任何一點 都是對稱的 所以這個環上任何一點的磁場 都一樣大 而且都在切線方向上 所以 做這個b.ds的積分 是非常簡單的 b.ds b跟ds是同方向的 綠色的b箭頭 跟藍色的ds箭頭 是同方向的 所以就是b 乘以ds就夠了 而b又是四處 到處都是一樣大 所以b是一個長數 提到外面 ds 路徑積分 一圈就是圓的 圓周長2πr 所以b乘上2πr 就是這個路徑積分 那應該等於什麼呢 μ0i in close 就是 圈數的這個電流 所以 就是μ0i 那麼b 就是等於2πr 除過來 出來了 2πr 這就是我們前面 用積分做出來的結果 當然 這是一個無窮長的導線 是這個結果 對不對 我們得到這樣的結果了 接著呢 我們再來探討另外一個 假如呢 這是一個電線 剛剛我們所考慮的 這個Wire的Surface 在這個地方 現在我們考慮這個Wire的Surface 在這裡 然後我們考慮 在導線內部的磁場 電流依然是 從裡面往外頭 從紫的後頭 往紫的外頭 流出來的這個方向 所以 產生的磁場 依照右手定則呢 應該是要這樣轉的 所以如果我們按照 積分方向如果這樣轉的話呢 b.ds 跟剛剛一樣 這是有軸向對稱的 所以磁場在這個 安培環上 任何地方的磁場大小都一樣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磁場 乘上 ds 又是2πr 乘完之後 應該等於所框柱的電流 請注意到 這時候所框柱的電流呢 就不是電流的全部總量 在這邊的話是全部的電流都框柱了 在這邊只有 環裡面的電流才有被框柱 所以 這裡面的電流總量呢 不是I 而是按照面積的比例 π小R的平方 除以π大R的平方 也就是小R平方 除以大R平方 所以電流的總量呢 應該是這個比值 所以 b乘上2πR 要等於μ0乘上這個10 拍消掉之後 這邊的R 跟這邊的R 一次亂會消掉 所以就得到 μ0i除以2π大R的平方 再乘上小R 所以我們這裡得到 從 原點 從原心往外頭 伸出去的時候呢 磁場是從0 越來越大 是以正比的方式來增加的 線性增加 是用這個公式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 利用了 安培定律 來做這個問題 我們就不用像 那個積分那個方式做 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用biosava定律來做這個 有對稱性的問題是很辛苦的 反而呢 用安培定律來做的話 一下就做出來這個正比 以及這個反比的關係 好 我們接著來看 Sample Problem 293 這個方式 表示 方式 方式 合起來 與 這是一個長的圓柱導體的界面 其中它的內半徑是2公分 外半徑是4公分 A是2 B是4 這個圓柱體它的電流流向是從裡頭往外頭流 是穿出這個頁面的 而且電流的大小不是均勻的 它是CR平方這個函數關係 其中C是這個長數 R的單位是公尺 這個題目要問我們說 在離圓心3公分 2公分、3公分、4公分 在3公分的地方的磁場是如何 所以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就要選擇一個安培環 是繞過3公分半徑的一個環 就是像這樣的環 那這樣的環 沿著這個環上走 所有的磁場都是切線方向 並且都是一樣大小 所以我們剛剛的B乘上2πR又再度拿出來用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B乘上2πR 積完之後是B乘上2πR 但問題是說有多少電流 電流要從2公分積到3公分 R要從2公分到3公分 所以A到R 而電流密度乘上DA的積分 就會得到電流 電流密度 對不對 而電流密度是CR平方 DA呢 我們就用一個環 一個DR DR的寬度的一個環 乘上這個環的圓周長 就是這個環的面積 2πR乘DR就是環的面積 所以這個DA的積分就變成DR的積分 然後這邊是R平方乘R R三次方 2πC常數提到外面 R三次方的積分是4分 R四次方 上下線是A到R 就寫出來變這個樣子 R四次方-A四次方 那這個結果就是μ0I in cross 這個是2πR 對不對 B乘上2πR 等於這個 所以把B寫出來 就是這個公式 好 我們就得到了B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這個負號是什麼意思呢 負號是因為我們積分的時候呢 我們積分的時候這樣積 而磁場呢 磁場根據電流從裡頭往外頭流的話 磁場是這樣子繞 是逆時針繞的 而我們積分的方向是順時針方向 所以這兩個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會有多一個負號來 表示我們這個方向性 所以磁場的方向呢 是跟安培環的積分的方向剛好相反 就多了一個負號 那大小呢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運用了我們的安培定律來做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呢 有軸向對稱 電流密度只跟半徑有關 跟角度無關 所以我們積分的時候呢 就用2πRDR的這個面積 來做積分 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Sample Problem 29-13 好 接著我們來探討在磁學應用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磁場提供的一個裝置 叫做螺線管 Solenoid 它基本上就是線圈繞成一圈一圈的 非常緊緻 甚至於為了有時候要增強我們的磁場 還做成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 來增強我們的電流的圈數 來加大磁場 好 我們來計算這樣的螺線管 根據它的基本參數 有半徑跟長度還有圈速密度 這三個參數 可以得出這個螺線管所提供的磁場 我們知道這個螺線管呢 隨著圈速越來越多的話 每一個電流線呢 一個一個環 就提供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呢 因為圈速越來越來越密 越來越長的話 越靠近中間地帶的磁場 就越來的均勻 而且同方向 所以 而在外頭的這個磁場呢 就會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假如圈速 趨勁無窮大的時候呢 幾乎呢 就會變成了 均勻的 均勻的磁場 好 所以我們來假想一個理想化的螺線管 應該提供一個內部管內的磁場均勻的 同方向 而且到處都一樣大 至少是在同方向 至於是不是一樣大呢 我們可以從安培定律來得到證明 我們來看 外部的磁場是0 內部的磁場是均勻 沿著這個管子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我們選擇一個 這樣子一個橘色的 橘形的安培環 長度是h 這個寬度是低的話 寬度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寬度的話 這個長度是h 那麼我們要做這個安培環的積分很簡單 磁場一定是這個方向 所以一定跟DS這兩段是垂直的 所以這兩段的路徑積分沒有貢獻 外部的磁場是0 所以這一段也沒有貢獻 所以唯一有貢獻是從A到B的積分 而且一定是同方向的 A到B都跟螺線管的管B同距離 所以磁場在這裡都是一樣大的 而且同方向都是在路徑積分的方向 所以B.DS就是BXH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BXH 所以這個整個路徑積分就是BXH BXH應該等於μ0I encross 這個環到底encross的多少的電流呢? 那就是這麼多股電流 這多股電流可以用H乘上圈數的密度 所謂圈數的密度就是單位長度有多少圈 所以N乘上H就是有多少圈 在乘上每一圈的電流I 所以μ0I N 或者NH 就是我們的incross的電流 所以B就出來了 把H消掉 所以B就等於μ0I N 其中這個N是圈數密度 I是電流大小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在內部的磁場是均勻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計算裡面 我們並沒有規定 A跟B要離管B有多遠 所以這個大小是與管B的距離無關 所以內部的磁場是一個均勻的磁場 所以我們真的得到一個均勻的磁場 而且也與這個半徑無關 因為與這個距離無關 就與半徑無關 也跟這個長度無關 只跟螺線管的圈數密度 以及裡頭所留的電流有關 就這兩個參數決定了 裡面的均勻磁場的大小 Bμ0I N 這是螺線管的磁場 同學們一定要記得這個非常重要的結果